在中超第23轮的一场比赛中,广州富丽坐镇主场迎战来访的重庆思威,双方在90分钟打成一到一平局,而在比赛中作为球队的单家射手。 上赛季的连赛金薛扎哈维表现低迷,促使两次避进球机会,也让球迷吐槽他是快乐足球代言人。 这是第41分钟,前场右路的唐苗带球强突,随后送出一脚质量超高的传中球到门前,扎哈维完成头锤攻门,只可惜皮球稍稍偏出球门,没有给对手带来任何的威胁。 然而仅仅两分钟后,作为右边位的唐苗,也完成了一次质量更好的传中球,扎哈维再次完成头锤攻门。 踢球高出衡量措施了必进球量级,等时间内连是近距离攻门都没有取得进球,也让场边的主帅斯托伊科维奇表现得有些不满。 然而扎哈维的低迷表现并未结束。 第五十一分钟,福利后场大脚传球过半场,圆敏成后场大脚解为健康不见远,随后出击的门将邓小飞,也与队友在配合上出现失误。 扎哈维的球后,面对着空门,一脚挑射击中边网错失了进球的最佳量级,面对着多次进球量级,扎哈维犹如没睡醒一样。 不是打偏就是打高,总之表现得完全不像金靴得主,或许是由于此前在国家队的比赛受伤,导致状态受到了影响。 而对于球队目前的状况,也需要这位昔日的金靴赤手,早日找回以往的强势尽头,帮助球队催成拔债。 球迷们还需要耐心等待,相信扎哈维会有,最好的状态出现在球迷面前。 球迷面前。